土匯金融风气让银行业、金融服务业、保险业等相关产业 从2015年开始稳定地占据在前5名 2021年全年营业额年增180.6% 荣登航海王 自1960年代 台湾的轻工业发展快速 政府还特别设立加工出口区来增加外贸收入 因此也明显反映在 从1973年开始连续三年 航空运输与海洋水运业都占据前两名 而十大建设带来的巨大影响 逐渐于1976年显现 科学、气管、金融业、会计、荣登榜首 根据行政院主席处所公布的资料 1974年台湾经济成长率1.16% 1976年经济成长率13.86% 经济快速起飞 接下来的几年包括证券期货、保险、租赁业都维持在前十名 国营事业的航空运输、电力供应、邮政业也随着经济繁荣而名列前茅 1980年台湾第一座科学园区逐科完工 同一年联华电子成立 台积电则于1987年创立 开启台湾成为全球高科技代工产业的重镇之一 也带动台股指数自1987到1990这三年之间 从1000点一路飙升到12682点 上涨了整整12倍 证券期货金融也在这三年独占熬头 而1980年代电业自由化 政府也开放民间兴建电厂加速电力开发 台湾进入开放发电业时期 1980年代后期也开始推动电信自由化政策 加上第二代行动通信2G启用 直接推升电信业与电力供应这两个产业 从1991到1999年都位居前两名 之后的几年 电力供应业也一直霸占榜首 2002年台湾从2G升级为3G 因此电信业也始终处于前五年之列 用电量不断攀升 也让石油及天然气矿业的平均月薪 自2002年开始挤进前五名 甚至在2006年与2008年来到排名第一 接下来的几年 电力供应业、石油及天然气矿业、电信业 依旧是榜上最前段班 2014年起 金融科技Fintech在全球掀起浪潮 台湾的网络银行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股汇金融风气让银行业、金融服务业、保险业等相关产业 从2015年开始稳定地占据在前五名 直到2020年 COVID-19在全球肆虐 大幅影响了大家的生活方式、工作模式与消费习惯 也让海洋水运业扶摇直上 2021年 全年营业额年增180.6% 熔登航海王 以上分享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这个游泽的操作者 就赶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发现其他这次爆红潜力的影片吗 赶快投稿给大人兄吧 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